中旅有不妨可以留意下的一只股份 因为它在早前公布完二职之后 又抽回上去 其实在上半年来说 其实收入增长即是3% 你的正利其实都是升8倍 为什么其实可以继续去看得好一点呢 因为你那个铝价也是上调 其实继续维持在相对上不错的价位 再加上其实跟那些钢材也是一样 在整体上来说 它的产能方面估计不会如何去再扩张 因为其实始终太中和 再加上你是不希望产能去扩得太快的时候 也会令到整体的环境会受到一个大压力 现在也是一个很关心的情况 你的价格比较是一个做得好的时候 你未来的产能应该不会如何大胀 再加上如果你真的下半年 经济慢慢转 比如说这些车 其实现在的芯片来说 好像over booking和价格 希望不要浪得那么高 虽然说你台积电 好像现在新的那些 会加10-20%左右 但整体舒缓的情况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紧张 如果你的车可以做多一点 很少对这一类型 就是整体的钢材也好 即是铝这些 其实都相对上有帮助 你下半年也希望 预期整体上的基建 那个投放应该会 部份会快一点 所以其实应该对他们的 价格是会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如果要找一些股份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的市况来说 是钢材、铝业股 不妨去看一看 策略上 其实可以考虑现价 或者4.7 这些附近水平买入 上网先看着6元 如果向下跌穿之前的低位 即4.2 这些水平 那就考虑短期走一走 因为它整体的环行区 因为是环行住 我不放到6月这些 那么低 我放到近期做出来的低位 4.2的水平 现在就上网 希望它突破环行区 然后再向上 去环行区的顶部 就是5.27的这些水平 今天暂时做着508的这些位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抽那些小小 今天最高其实做过5.24 所以大家可以去部署一下 如果你想稳定一点 未必需要去等 跌下来去买的话 有两个策略 一个是等回调少少 4.7附近 是厚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不是 而你是博 等它穿了5.27 真是破位的时候 你再追进去 第三个都可以的 你在这些水平去买 然后再去穿的时候 你再加 那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但是向下 那我们买的话 你向好 其实那些 profit 会照顾自己 向下记住看着 4.2最好不要失 因为失了这个 range 就不是那么帅 要失了的话 建议大家就要先走 放心